新北市瑞芳区瑞兵国小今天举行期末多元才艺嘉年华 透过演出展现学生平时课程所学 瑞兵国小有近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学生还有新住民学生 因此也透过多族群的文化表演展现瑞兵国小多元族群融合的面貌 这次的期末的才艺嘉年华 我们是以多元文化为主题 我们包括了有越南语的舞蹈 有印尼语的说故事 有闽南语的道水果 以及原住民的舞蹈及歌唱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族群在台湾都可以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很重要的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就必须扎根 那我们这一次学校其实透过课程以及活动 将孩子所有的这些能力把它整合在一起 瑞兵国小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学校 如同台湾缩影 有来自不同族群的孩子们 所以这次的期末才艺嘉年华 以多元文化为主题 包括越南语舞蹈 印尼语说故事 还有闽南语相声 以及原住民的舞蹈及歌唱 校方希望每一个族群在台湾 都可以过得非常快乐 幸福的生活 都蛮好玩的 因为可以学习到其他国家的语言 也可以学习到我们台湾有的语言 就是可以不用那么害羞 可以展现自己的文化 那今天其实所有的表演 有50%以上都孩子自主去规划 包括所有的音乐的串联 包括所有表演融合他个人的想法 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训练 孩子在未来会有很棒的一个展现 校方表示希望瑞兵的孩子在毕业前 都能培养出三例 在创造力上呈现自己多元丰富的想法 在表达力上不管是透过语言还是艺术 来表达孩子的自信展现 团队力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 这次的期末才艺秀 也让人看到学生自主学习的一面 师长都很开心看到这成果 介绍威 瑞芳 采访报道